2 1 開始 這支錶的話是東方之星的手錶 東方之星的話是日本四大品牌之一 那他日本四大品牌就是 金宮 星成 然後卡西歐跟東方這四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的話東方之星 就是東方錶他 比較高階的機械錶 那這支錶的話是他們 在今年底 21年年底的時候出的新錶 他的錶盤是做 星空的感覺就有一粒一粒的 閃爍 點 那這支的話就是他們家最長 最長新款的微笑樓空系列 那他們家的錶盤就是做得非常特別 除了有特殊的樓空之外 他們這邊 12點鐘方向的地方還有動力儲存顯示 所謂動力儲存顯示就是跟我們汽車的郵箱一樣 你可以隨時知道你的 剩下動力還有多少 像汽車的郵箱我們都可以知道 剩下多少郵箱 差不多該去加油了 那像這個動力儲存的話就可以知道你還有多少動力 例如說你可能 想要手錶一直走 那睡覺之前就可以先看一下手錶還有多少動力 如果說可能 沒有辦法當你睡覺時間的話就可以稍微轉一下 上個鍊 你就可以安心睡覺 你起來的時候你手錶都會再繼續運行 運作 那另外這隻手錶的話 他玻璃是做防刮的 就是你拿 就是 藍寶石水晶鏡面 你拿 刀具割他 他其實都不太會有傷痕 但是如果說你有去敲幾道的話 任何的玻璃都一定會破掉 那這隻的話他有 所謂的手動上鏈跟自動上鏈 所謂手動上鏈就是這個錶頭的地方你去做旋轉 旋轉的時候他就可以開始上發條 這樣子 那所謂的自動上鏈就是他後面這邊有一個自動盤 就是我們當我們在帶著行走的時候這個自動盤會旋轉 一樣也有上鏈的作用 這樣子 那東方之星這個品牌的話他有兩年的保固 那 其實他品質真的蠻好的 如果說你今天要找一萬塊左右 或是兩萬塊左右 那其實一般的市面上的機械表都不太會有很多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今天選擇東方表的話他有很多選擇 例如說你想要潛水式的 還是日月向前式的 或者是單純山針式的 或是只有開個孔 像這樣有鏤空的 有動力儲存的 找東方表的話會有很多選擇 OK差不多這樣 OK 那 最後就是